大家好,我是乔老师 我们来回顾一下本周黄金的一些走势 其实在本周的走势当中 也跟大家每天录的这个早盘的行情观点 如果有收看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个礼拜的整体思路 这礼拜整体思路是以做空为主 尽量去布局空单 不管是周一 还是说昨天CPI数据 都是这样的一个观点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个思路的逻辑是在哪里 因为那个上个礼拜星期五的时候呢 是公布了美国的飞龙数据 这大家应该有印象 在上周五公布飞龙数据的时候呢 就这段黄色区域 低点在2632 高点的是在2669 2669的话呢 是比较明显的长上一线 因为飞龙的话是先跌后涨 涨的话呢 涨不动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高点是不容易破的 因此的话呢 是要保持 只要不突破这高点 然后就保持这个顺势看空的节奏 所以可以看到在星期一开盘之后啊 星期行情开盘之后呢 虽然说有点反弹 但整体的下跌节奏不变 然后在星期二的时候呢 行情突然加速下跌 跌到了最低的一个位置 2664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 行情在这个走势当中 周一周二周三呢 其实都是延续了下跌的一个状态 只不过这个下跌呢 这个它是由慢变快 再到慢 慢快慢这种过程 这波走势 如果没有说看我节奏的朋友 或者说没有说看我观点的朋友呢 应该会产生一些思维上的错乱 或者说呢错失这一波盈利的机会 那在昨天的时候 其实重点跟他讲的CPI嘛 CPI的话呢 其实我的观点 CPI呢还是保持看空的节奏 CPI的话呢 昨天是看空嘛 那确实呢 昨天数据公布是2.4 2.4 利空黄金 黄金呢是先跌到了2603之后 反弹上来了 这个行情反弹上来之后呢 并不是要去追多 应当呢继续保持 逢高看空的一个节奏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黄金的一小时图 在黄金的一小时图当中呢 它的这个下跌情况呢 还是明显的 这个黄金自从创出历史最高点 2685附近之后呢 确实高点在不断的下降 然后呢 第一点呢 也是呈现出这种下降的节奏 所以可以感受到 黄金呢 在这个一小时图当中 它的趋势是向下的 而且呢 每次反弹到上沿附近的时候呢 都是逢高空的机会 当然反弹到上沿附近的话呢 是需要出现见顶信号嘛 比如说出现 阴包阳啊 或者说出现单人探顶啊 或者说出现双顶啊 等等这种利空信号 见顶信号 能形成的话呢 就可以适当的布局空单 当然如果说 你要现在就去布局空单 也不是说不可以 这个呢 更加偏向于什么呢 更加偏向于激进的操作方法 当然这个行情嘛 最近到了高位 你想激进呢 也可以适当的去布局一些 黄金呢 在本周的思路 其实整体呢 确实这一段啊 是以下跌为主了 那么反弹呢 这波快速拉升 已经到了顶部 或者说呢 已经到了通道的上沿 所以在一小时突然中 这个黄金 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国异空单 崇高空嘛 当然前提呢 就是在没有突破 左侧高点之前 左侧高点呢 就是那个10月8号那天 最高点 大概呢 是在264 2653附近吧 2650 2653附近 在没有突破2653之前呢 还可以保持整体下跌的节奏 反正大家也能感受到 行情呢 应该也就是在这两天要变盘了 变盘的时间呢 越来越近了 它不会有太多的 这个震荡的空间给到它 所以呢 这个下周的整体思路呢 有可能是继续往空的方面去做 当然总的来说呢 我们本周的思路啊 或者方向 其实没什么问题 只是说行情呢 有可能波动快一点 或者波动慢一点 这样的一个区别 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 小老师对这个行情的预测方面呢 成功率还是很高的 那如果说你想跟我学习的话呢 或者说想加入社区的朋友啊 可以扫一下评论中码 关注我们公众号 阿萨社区 回复黄金群 那我进群之后呢 也可以预约看我的直播 也可以呢 实时跟我交流 然后呢 一起把握未来的隐秘机会